大家好,歡迎又收看我們的網絡冷知識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網絡用語就是CD-ROM CD-ROM和網絡用語又有什麼關係呢? 而CD-ROM本身就有一個可讀而不可寫的特性 即是說CD-ROM就算第一次要製作的時候 其實它寫資料進去的時候也只可以做一次性的數據寫入 之後就不可以再寫或者再修改 而這個詞語其後就引伸成一個網絡用語 繁止一些長期只是讀貼但又不回貼的網文 CD-ROM也指有些網民為了想下載討論區裡面的資源 又或者想看一些post裡面特定的內容的時候 例如波多夜結衣有新片的時候 嘩滿心歡喜啊 真的很想看看是不是有新片看的時候 誰不知原來你還沒登錄 你還要註冊了才可以看裡面的seed 或者裡面的內容的時候 哎呀怎麼辦呢?我又沒有帳戶 我又很想看波多夜結衣 那怎麼辦呢?那這些網民呢 就會先去登記做一些論壇的會員 先拿到一個帳戶 當你登記成功之後呢 那你就可以登入 登入了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自己想要的內容或者資源 嘩正所謂有seed 當然是先拿 當你拿了seed之後呢 那些CD-ROM呢 拿完seed之後就會走人 其實有些巴大有時都幾多有趣的sharing 但這些有趣的sharing 有時候如果沒有人回覆的話呢 唉其實都很慘的 所以呢這個CD-ROM呢 是因而得名 今集的網絡冷知識又來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都想認識更多網絡上的冷知識 歡迎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啊